小學生 媽媽,為什麼你會幫我選這間小學? 因為我有做功課 找學校也要做功課? 當然,你以為我隨便亂讀一間? 我上學校網頁看過 發現學校除了讀書成績號之外 還有很多課外活動可以給學生參加 例如球女、中西樂器班、田徑、兒童舞班等等 那你還知道我們學校有什麼活動玩嗎? 那又不太知道 那你做功課就做漏了些 我們學校的活動很多元化 例如有中英文學讀班、生命教育課 還有還有我最喜歡的智庫學堂 智庫學堂? 是什麼?有什麼好玩?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學校設計了不同單元的課程 例如小小科學家、Steam、科技活動等等 在這麼多活動中 我最喜歡的活動就是棉花堂高高高 它最令我有深刻的印象 我們分成小組 老師會派發一些材料 例如有竹籤、泥膠等等 然後再塔高成一個塔 放一粒棉花堂上去 不可以倒下 老師再去幫我們量度高度 最高的一組就為止勝出 這個活動令我明白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聽完也覺得很有趣 你玩得這麼開心 真的沒有為你選錯學校 tac到家裡 看到不開 好 阿嬌 感谢观看